这一天在这从西子区公所申请的防疫物资箱 秀山里长廖炯华第一时间就联络李明 这一户就在活动中心旁边 随约在这里等 里长亲手将物资送到李明的手上 并且贴心的介绍里面放了那些东西 这个送给你 这是西公所那边领的 有乖乖 有泡面 有八宝粥 有米 也有葡萄干 疫情的时候就是 大家就是在家里 没有办法去赚钱 所以比较困难的 我们当然知道他们比较有需要 就送来给他们 防疫物资箱里面有面条 白米还有罐头等等 因为受到疫情影响 尤其五月本土疫情爆发 全国防疫三级警戒 许多行业民众的工作难免都受到影响 所以里长只要有物资 就会分送给需要的人 接下来将另一箱防疫物资 直接送到里面的家中 因为里头住了十几个人 平时都是靠打零工 疫情严重根本没工可打 所以里长也送了好几次的物资来 里面很感谢 对 我们里长都很关心我们 因为我们家里好几个小朋友 有什么物资他都会过来 过来跟我们讲 拿过来我们这边 很谢谢我们里长 这个房子是给人家住的 因为他里面人很多 所以疫情没有办法出去做 所以有些物资我都会领给他们 所以他有一些年轻人不能出去工作 大致上应该都是做这个雜工 这次发送的是汐止区公所 由福治佛教基金会汐止教室提供的爱心物资 在里长申请后分送给需要的里面 蒋成慧玲汐止采访报报道